好 再來我們看到第四題 第四題說 如上圖啊 ABCDE為相異的五個點 那要求啊 角A加角B加角C 加角D再減掉角E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A跟B跟C跟D 這四個角加起來以後 再減掉這個E的度數會是多少 那剛剛那一題同學們應該也可以發現 我講過嘛 我們只要看到蝴蝶形的 這個題目啊 它的角度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左邊這兩個角加起來 會等於右邊這兩個角加起來度數核 那這裡有幾個蝴蝶形 它事實上是兩個蝴蝶形把它疊在一起 第一個蝴蝶形我用紅色的筆拔畫起來 第一個蝴蝶形在這裡 那從我們剛剛證明出來的結果 我可以知道說 第一個蝴蝶形啊 角A加角B 會等於角1 再加上角1234567的1 就是左邊的這兩個綠色的角 加起來度數會等於右邊這一個角1 再加上角1 好 這是第一個蝴蝶形 那第二組蝴蝶形在哪裡 第二組蝴蝶形在這邊 我把它畫出來 第二組蝴蝶形在這邊 那第二組蝴蝶形左邊的這兩個角C跟D加起來 角C加上角D 它的度數 會等於右邊這個1 再加上角2 所以角1 再加上角2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兩個式子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兩個式子 那題目要我們算的是什麼呢 是A跟B跟C跟D加起來以後 角1 有兩個角1 就是角1 再加角1 再加角1234567的1 再加角2 好 左邊加左邊會等於右邊加右邊 你可以看得到嗎 這AB會等於1加上1 然後咧 這個CD啊 用橘色的好了 CD會等於1加2 所以左邊加左邊會等於右邊加右邊 可是這時候題目不夠啊 我們還要把這個其中一個1給移向過來 才會得到題目要的 也就是角A加角B加角C加角D 然後移向過來以後就減角1囉 好 這時候右邊剩下什麼 剩下一個角1 還有一個角123的1跟角2 這三個 好 換句話說題目要我們求的在左邊已經出現了 那究竟它會等於多少咧 我們回到圖面來看 角1 我用這個 綠色齁 你看角1 再加上1234567的1 再加上角2 欸你有沒有發現它剛好是這個綠色三角形裡面的 三個內角 那內角合會等於180度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加起來會等於180 因此啊 A加B加C加D減掉1 它就會等於180度 好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道題目它其實困難 它就是兩個蝴蝶形的應用 兩個蝴蝶形你把它疊在一起 講過了看到蝴蝶形的時候 左邊這兩個加起來度數會等於右邊這兩個 那第一個粉紅色的蝴蝶形裡面 A跟B加起來會等於1加1 在第二個藍色的蝴蝶形裡面 C跟D加起來會等於2跟1 那因此我們把左邊加左邊 會等於右邊加右邊 就可以疊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把其中一個1移向過來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剩下的部分 剛好全部都收容在這個綠色的三角形裡面 所以它內角合就會等於180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這題目是一個簡單的蝴蝶形的應用 所以這題目是一個簡單的蝴蝶形的應用